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對話跟作法 然後我們再進行我們的 請您的座談 是不是 請 各位同學 還有這個 比較好的師傅 以及這位大安 參與次委會代表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說 在台北市過去 應該大家長期以來 對於綠色的交通的推展 是不足以為例 那台北市上是 整個台灣首山之都 所以過去我們在 在捷運的建設上面 是做得很好 其實大家假如有機會 去國外看一看的話 就是我們台北捷運的建設 在國際的捷運系統裡面 使用的不管空間的設計 或是整個系統運作的部分 其實都是非常接觸的 那我覺得在這幾年裡頭呢 我們的公車系統 其實也做得很好 你知道我們公車系統在 就是使用公車人的這個滿意度 百分之九十五對我們公車系統 是很滿意的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呢 是我們每年都會做公車的評鑑 那這個評鑑不是說 只有說你 你只有打完這個成績就沒事了 這個評鑑你會看到那個 公車上面會有很多顆梅花 這個梅花是可以去換木拳的 也就是說有新的路線出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你梅花比較多的人 你就先去先去挑路線 挑完之後就拿掉一顆梅花 搭再來比梅花幾顆 所以在這樣的制度裡頭 他就讓這個整個公車的浮貧 其實也有很大的提升 那第三個應該是最近更好的 就是這個U-Bike U-Bike的成功呢 我覺得也是在很多人覺得說 台灣的自行車的這個製造呢 非常的 其實應該是世界上市人 也是先算起的 那也有很多人他們覺得 很想要把台灣建設成一個自行車的 所以呢 其實在1997年開始 他們就開始在試驗各種形式的 這個公共的自行車的資源 其實有很多在 有的成功有的失敗 那最後呢 我們後來覺得就是說 河邊的部分大家都看到很成功 後來他把他想要拿到市區來走 結果市區在信義計畫區開始試做的時候呢 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後來大家檢討之後呢 也去看了 包括我們也高雄都去看過了 那看了之後呢 他們再決定說要怎麼就推全市型了 全市型了之後呢 當然在系統上也做了一些改變 我覺得我們在跟全世界這種 就是公共自行車的系統來對照的話呢 其實我們那個用優卡加手機 來注冊的設置呢 是一個很特別的 第二個 我們沒有收年費 一般你看這些國家他們都是有收年費的 所以因為我們沒有收年費 然後你的註冊又非常的簡單 所以連這些國際的遊客 就外地來 他們都很容易來使用這個系統 所以呢 我們在把普及度做起來之後 其實這個使用率就開始飆升了 那當然還加上我們前面的 三十分鐘是免費的 所以U-Bike 到現在我們雖然從今年開始收五塊錢 幾乎三十分鐘收五塊錢 但是我們的這個平均一天的轉換率呢 還是可以達到一台車一天巴士 現在應該還是全世界太萬的 還是世界最好的系統 所以我今天要來看說 其實我們在台北市過去這麼長久一直在推這些綠色綠書的一個成果部分 我們現在從U-Bike 其實學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這個共享綠書 現在大家都要談這個共享經濟 其實共享這件事情呢應該是在這整個科技發展之後呢 對我們這個資源的調動呢是非常好的一個 應該說一個應用力喔 所以像我剛剛提到呢 就是U-Bike 你想要一天轉巴士 代表呢一輛車子你可以給巴士用 代表我只要用八分之一的停車空間 我就可以服務大家了 好 所以呢 現在台北市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停車的問題 停車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覺得說 欸 這個我們的U-Bike 做這麼好 其實我們就在想 欸 那我們一樣可不可以去做這種共享的汽車或是機車 好 那共享汽車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這個歐美的城市 他們也快速的發展 特別是你們這些年輕人 因為你們現在沒有買車子嘛 你們自己沒有辦法去買車子 好 因為你沒有辦法買車子 那假如說有一些這些 就是像這種共享的租用的這個汽車出來的時候 它的使用呢就很像這個U-Bike 好 就是說你去註冊完之後 然後呢 你就可以拿著這個 可能它把這個訊息傳到你的手機來 你就拿這個手機 欸 去它門上的這個車窗上的電腦這樣刷一下 車子就開了 車門開了 你進去拿個鑰匙 你就可以開那個車了 好 開完車之後呢 你又把鑰匙追了回來又把它鎖上 欸 這個全部完成在U下 好 你就還車了 好 所以呢 那變成說欸 這個系統其實也一樣 就跟這個我們U-Bike一樣 你可以去註冊 你可以用短時間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發覺 欸 假如是大家也不用買車子啊 大家都一起用這個車子的話 你覺得那個停車的空間會不會減少很多 嗯 對 會減少很多 所以 剛剛提到就是說 共享這個經濟的來源 我就覺得說 欸 其實它可以讓我們的整個社會 可以消耗比較少的資源 節省比較多的空間來做來得到相同的服務 那也就是我們剛剛在前陣子 大家可能在新聞媒體裡面也有看到說 欸 我們對於整個這個共享系統的推展 其實是未來在台北市在現在整個公共運輸都很成熟的情況下 我們下部要走的 那我們之前也有跟這個應該是GoGo有在談 到底要不要去做這個共享機車 好 那這個共享機車我們等一下再談 那先來說 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台北市除了說 欸 我覺得這個共享的汽車的這個想法很好之外呢 應該先想 我們為什麼覺得台北市可以做這個共享機車 那我問大家好了 假如說我們要做一項服務嘛 對不對 好 那你覺得假如共享汽車要成功 你們覺得有哪些因素可以讓他成功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欸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這個 這個一個很認真的同學 來 對 就是你認真 對 你覺得一個 這個一項服務要成功 你今天是老闆嘛 你提供的服務給別人 你覺得這個服務要成功 你覺得最關鍵 你最基礎的因素是什麼 要便利 要便利 對 還有沒有 要不要同學幫他一下 你看 這個科學 你要不要幫他一下 格比特 價格 對 所以這樣就是價格 你要便利 但是你居然提供服務給別人 就你還是要有價格 可以收到這個 足夠的錢去維持這個服務 價格其實是這裡面是最關鍵的 那價格的部分呢 就是因為 我們最近要在推延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的這個汽車停車收費 要全面收費 其實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契機 所以像高雄市在東方也要推這個 但是因為高雄市的汽車收費的 這個數量太少了 那政府去補貼汽車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違我們率運輸的政策 就是說汽車它基本上還是一個耗能比較大的系統 但是我們覺得可以用共享的系統去節約這些汽車的空間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用這樣系統去滿足 有些人想要開車的這個部分 但是去補貼一個汽車的系統對我們來說 我們會覺得有失這個我們在推動公共運輸 或是運輸這樣的一個相反 那所以我們還是希望這個系統它是可以在一個 應該說自由市場的機制裡頭 它可以得到財務的評價 但是政府要做什麼 因為政府有很多的公共資源 政府有很多的公共資源 那所以政府因為它需要停車場 它可能需要這個譬如說我們還是決定要用電動車的話 它可能需要充電站 所以我們要去協商跟台幣協商跟間電 或是店家用會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政府可以協助的 但是對於使用者該付的部分 我們建議應該是還是由使用者來付 這是我們對於這個就是共享汽車的一個想法 好那我們在談剛剛可能也許他們在談就是說 這個機車的部分要不要多 那機車對台北市來說一樣 其實機車我們自己台北市區裡 我們自己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大概有機車有快100萬輛 它98萬輛 但是我們每天從這個新北市進來的機車 是over這個100萬輛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數字 那個台北橋 台北橋的數字是最驚人 大家都知道那張相片嘛 那我給你們猜好了 那個台北橋一個小時 進到台北市的這個機車量有多少 你要不要猜一個數字 用猜的好 同學你要不要猜一下 一個小時進 10萬輛 10萬輛 10萬輛就太多 10萬輛那個告訴公路那個 應該叫那個那個什麼 你跟我們講泰山社會站 因為旅火這一段 旅火這一段 一個小時的 一天通過量是20萬 雙向大概大概50萬 10萬輛是太多了 不過你可以打個折 再給你猜一隻好了 5萬 還猜是太多 因為講16000 16000 你怎麼想像這個數字呢 16000呢 就是說我們一般講公車專用道 公車專用道 我們講這樣好了 公車專用道一個小時可以通過 大概是100 100輛的公車 一輛公車呢 你假如是載60個人好了 塞滿載60個人 就是6000人嘛 再多一點的話呢 120輛公車呢 就是大概七八千人 所以等於就16000的話 是像兩條公車專用道的車子喔 你就一這樣子開 你才可以運的 你覺得是不是很可怕 這是超可怕的 對 我覺得那是 簡直是可以是超無想像的多 那所以 這麼多的車子進到台北市來 其實對我們 這個對台北市的交通的部分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那但是安全 這部分是另外解決的 就是對台北市的 這個停車需求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在台北市一天的這個機車的停車需求 可能是200萬兩 所以像現在這個機車族 對我們 對我們這個交通局 應該是台北市的交通最大的抱怨就是 機車停車空間付出 93%的人都是抱怨這一點 所以就知道那個 這個嚴重性 那當然是過去我們對於 機車的管理 是比較不夠的 對這個部分是比較不夠的 好 那所以同樣還是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要不要用一個共享的一個機車 這樣的系統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可能是一個解決 然後第二個 就是說因為GoGo那時候去找我們談的時候 我們要發覺 這個GoGo這輛機車做得太好了 因為說老實話 就是我們政府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一方面我們是在 應該是在解決大家的需求 或是說我們提供服務來滿足大家的需求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服務的提供 變成一個技術或是說變成一個產業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輸出的 那這個是就等於說我們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扶植一個產業出來 然後就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幫你們年輕人製造工作機會的產業 這應該是大家最喜歡的 所以同樣的就是看到GoGo這個機車好像做得太好了 所以雖然跟我的機車政策有一些違背 剛剛那個對他們走進來這邊 在跟我們談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好像這個有點違背 但是因為做得太好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也許我們也可以 有就是從一個產業扶植的角度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但是我們另外也看了這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假如說我們只有賣機車給別人的話 其實賣機車很多人都會賣啊 對不對 這樣好像這個還是不夠炫了 雖然機車已經做得很炫了 但是你做賣機車今天這件事情 我還是覺得不夠炫 第二個就是說賣機車跟我們現在想要推的 這個綠運輸上其實還是有一些衝突 雖然說你用電動的話 理論上應該說你對於這個排放的部分是有改善 但是節能的部分當然也是有一些改善 但是可能跟我一般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解決這個交通擁擠的問題的部分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達到那個部分 好 但是假如說我們是從產業來思考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就是另外一回事 其實你可以看到像歐美國家 他們對於電動車的補助很認真補助的國家 他們都是有電動車的產業 他們都其實是藉由這樣的意義 就是應該是說他藉由一個勾起的提供 派在扶持國內的產業 所以同樣的我們在看待這些事情 我覺得還是要從一個產業裡面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機車在做這個機車 或是說共享機車這件事情 我們著重的是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大家對於共享機車願意來提供降福的廠商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去扶持的 好那再想想想想其實全世界喔 有在處理機車問題的 你覺得有幾個國家 你們認為有幾個國家 我猜一下猜一下 那個紅色的紅紅色衣服的工具 要不要猜一下 不超過 不超過 應該是啦 我覺得我們台灣是 我覺得應該台灣是最topic的 雖然我們還是覺得 我剛才是說 其實我們做的還是蠻不夠的 但是相較全世界來說 我們應該還是算 因為我們機車量很高 第二個我覺得法國應該也有在處理 法國跟義大利 那其實你只要像看越南的話呢 越南那個簡直就 他們有的當作還沒有耗製嘛 所以越南像這些國家 其實他們對於這些問題也不太在處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假如說我們可以把機車問題 一個 我們對機車的管理 就是我在覺得說共享的系統 其實也是對於機車做一種管理 假如我們可以把機車管理做好 以及把這個機車的共享系統做出來 我跟你大家講 這是全世界超級的超級的特別的 好 一樣我們 我覺得我們都在用我們特別的點 用我們自己面對的問題 去幫別人解決問題 那個才是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今天假如是說 你只有賣機車 我覺得跟別人去爭這個市場 我覺得還是很難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要再加持一下 再加持一下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台灣 我們對於機車問題的處理 好 我們對於這個共享機車的 這樣的一個系統的構成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在整個國際上會比較亮 那這個就是我們也在跟這些一些 這個電動機車的廠商我們在談 大家願不願來發展這個 就是共享的機車的系統 那對於我們現在 就相對剛剛提到 就是汽車我們是已經全面收到收費 那機車收費的部分還是比較少 那不過我們還是很認真 我們這個 這個這些年輕人 我還是要跟你們講一下說 那個機車呢 你不騎還是不要急啊 但是 對 但是你假如是 你用共享的系統的話呢 我可以 好 我還是可以 好 至少你這個 減少了一些都市交通的問題 我覺得我比較可以接受 那二方面當然我要去扶植一下產業 因為機車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安全的問題 我一定要告訴你們這個數字 目前我們現在 在所有的交通事故的肇事 就不管是 嗯 這個被撞的或是撞人的 百分之八十都是機車 好 都是機車主 這個受傷都是機車主 那個 你失去生命的人呢 百分之六十都是機車主 那剩下的呢 那有一些老人家走路的 還有一些騎腳踏車的 好 這百分之六十的 機車死亡裡頭呢 百分之四十是十八歲到二十九歲 也就是呢 你們剛剛開始騎機車的 好 那剛剛開始騎車的 其實根據那個 我們最近在辦事大運嘛 那個有幾個那個年輕人就告訴我說 這個年齡呢 是你們這個克爾蒙的最大小的 而且他說為什麼運動選手 在那時候的體能最好 這跟身體的狀況是有關的 而且那時候的你們呢 是最 應該是說爆發率最強的 所以連機車也騎爆發率是最強的 所以 我要 但是呢 我就覺得說 大家因為那時候的身體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要勸 你們真的不要騎機車 百分之四十的年輕人 是在那時候失去生命的 我還沒有說 百分之八十的這個受傷的人裡面 有多少是這些年輕人 所以我一直說嘛 其實機車呢是 騎機車是國安的 台北市因為我們公共運輸比較好 所以這些傷亡的部分的數字還低很多 但是這個在全台灣裡面 這個數字其實我們一年都會失去 兩千多條的生命 兩千多條生命 百分之四十 是這個年輕人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 很可怕的 對 好 那好不容易把孩子養到這麼大 然後你要入社會剛開始要服務社會的時候 然後你們就這個去 對 照這個事情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雖然那個這個總計分證 但是我還是藉著這個機會 來跟大安妮輕人再講一講 好 但是所以呢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們要騎機車之前 我們也在跟交通過在溝通這個 你們一定要把 也要把這個考照 考照的門檻來高點 就是包括你們這個自衛 也就是怎麼樣安全的騎車的部分的技術 一定要交給大家 那我們也在 我們也在評估 就是我們會把安全駕駛的這個部分 納到高中的課程裡頭去 納到高中的課程裡頭去 那這個是我們後面會再用 好 那這個 這個應該是廣告時間 這個應該廣告時間 我再回到這個 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們在談的這個 共享機器的部分 好 那所以 可是剛剛還是提到 因為我們收費還是比較少 那未來我們應該還是會慢慢持續的去把 這個機車收費的部分呢 可以去做一些擴充 比如說在一些商業區 我們還是會做慢慢的擴充 還有包括停車秩序的部分 我們去做改善 那但是我在相信啊 就是說 假如說我們要扶植一個 共享機車這樣的一個產業出來的話 我相信政府可能還是要有些投資 真的還是從這個產業的角度 那對於現在政府呢 因為我們柯市長真的是蠻節省的 他什麼都要算錢算得很清楚 他聽到錢的時候 他就會這個 馬上這神經都已經專注起來了 所以沒有用過去在 我們過去在政府在有一些 這個跟民間合作的一些案子的時候 那都在獲利的部分呢 都比較沒有辦法回到政府的身上 所以未來可能就政府 我們可能也會比較類似 像這種就是投資的方式 投資的方式把產業扶植出來 那後面的部分呢 可能在比如他在獲利的時候呢 再回到政府的這個市庫裡頭來 因為這以前都是納罪人的錢 那所以應該是說 目前的市府的對於產業的扶植 特別是青創產業的扶植的部分 我應該說台北市政府還是蠻開放的 還是蠻開放的 那所以 我這邊也就是也呼籲這些年輕人朋友 因為目前 因為現在國際的競爭其實是蠻激烈的 因為其實你自己把自己鎖在台灣 你不用出去都別人都會來跟你競爭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要鼓勵大家 用比較開放的心去面對這個世界 然後對於這些的新的產業的部分 我覺得政府在 就我們現在市府裡頭 我們也比較願意釋出一些 應該是說產業扶植的基金 這些因為產業要走到世界去跟別人競爭 真的是也是會蠻辛苦的 但是在政府的扶植的政策上面的話 我們會做到就是 我們要求就是你現在要做 你就做世界一流的 我們不會覺得說你做一個很陽春的系統 然後政府要去扶植 只是說讓你可以在台灣可以去服務民眾 我覺得我們的目標都是 今天我們要扶植的這些產業 就是要出去國外的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把一個 就是應該算說 我們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島國 我們應該要很清楚 我們自己內需市場本來就不大 那要做的所有產業 就是我們就是要去國際的 那可是我覺得在台灣有一個很好的利益就是 這個島國有個好處啦 就是因為我們的現場不大 所以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要丟進去的成本不用那麼多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丟進去的成本不用那麼多 那我要跟大家再說一下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我自己看台灣 應該說近20年的這個運速建設來說 我覺得台灣還是算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你想想看台灣在這麼一個小島上面 我們從這個最高級的高速鐵路 一直到UY 全搭檔攬車什麼系統 我們現在最近有什麼輕軌啊 用台中BRT本來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不小心被打被降階了 要不然的話全台灣 全台灣大概所有的運輸系統都在台灣 你可以來台灣看各種運輸系統 看各種運輸系統 假如說未來我們把連這些共享的系統 都做出來的時候 真的你所有的全世界的系統都在台灣 你可以來一個台灣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系統 那也代表就是說 我們其實可以當作一個這個全世界運輸的主法 那我們自己對於新的技術的接受度或是創造力 我覺得我們是有的 那其實我也看到有一些企業他們 就是有一些 就是我們最近其實是滿開放的 讓企業來跟我們做一些合作的事情 滿開放的 所以我們最近也接觸很多企業 還有一些新創的產業 就像GoGoGo或是說有一些他們是 有一些產品的開發 他們也許是原來是在國外的團隊 但是他們就把整個團隊去回來台灣 那因為台灣的這個成本上是有一些優勢 包括員工的成本 跟我們有一些這些機械啦 或是材料也發生 我發覺台灣好像在國際上的話 看起來在技術上是不輸人家 所以現在應該是 大家要是有一些好的這個Ideo 跟你可以找到一個合作團隊的話 我就回來台灣 它實際上還是滿有的 這個應該說可發展性的 好 所以這個總結就是 我們應該做個總結 就是應該是說 在台北市政府 我們現在的整個執政團隊裡面 對於新創產業的部分 我們是採一個非常開放 也是希望能夠去補值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對於未來這種共享的一個 共享基金或是一個共享運輸系統的推展 應該是我們下一波 想要再落實到整個台北市的服務裡頭 那第三個就是 你還是要鼓勵一下大家 就是用一個開放的心 去迎接未來這個非常多元的世界 那在這個世界裡頭 我覺得你怎麼樣去整合各方的技術 怎麼樣去整合各方的技術 然後再利用大家的技術 去把它創造出一個很特別的很特別的東西 那這個特別的東西大家一定不用去覺得說 你不會無中生有 你不會無中生有 你一定要是要從 你自己的問題 我們自己的問題 你找到解決的方式 然後變成應用的技術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 你不要外求 你不用外求 你一定是內求 好 那我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這些紀念 謝謝大家